有机会呢,通过两个拿下这个比赛 今天晚上到场的观众是非常的多啊 是的 恐怕还有一些观众可能因为堵车或者是其他原因啊,晚到了 在第一局之后我们看才能够入场 那么在斯文克比赛是这样 第一局开始之后呢,你如果还没有入场呢 一定是这个会先等在这个场馆外面啊 直到这个第一局结束才会那个被这个能够允许进场 看看蓝柏这杆,长台的进攻啊 应该是用中高杆把白球弹一裤打回去 好的 好的,篮球也叫得很舒服 我们看粉球左右啊 很平均的位置各有一颗 都可以作为叫球的下一个目标 是选择了让白球弹一步 右面红球角度比较大 应该说之前的红球坐的位置并不是非常舒服啊 但还是用自己的准度弥补了之前走位的这个过失 篮球又是较到了一个不错的位置 让我也是转一圈看一下 把现在散开的这几颗红球呢 要都看清楚 到底怎么去把这个红球呢给解开 这是连续得分很重要的一点 一定要对局势了如指掌 还是先叫左边那颗 12 谢谢 叫粉球 好像力量稍大了一点啊 但应该这个角度还是可以推下来 高杆弹一酷 可以去叫现在黑球正上方的单独这颗红球 角度好像真的是稍大了一点啊 应该还是可以做到 应该是刚刚好 粉球的点位看起来应该是很微妙啊 所以裁判员是拿出专业的这么一个定位器 来去量一下 看看这粉球能不能摆 看来是摆不了了 这样按照规则呢 来规定是要摆在 当然如果有其他彩球位呢 会按高分的彩球来去依次去选择 所有彩球我们看现在都在点位上 所以就摆在本身的点位呢 本身那个粉球的制球位的 靠近黑球这一侧 最近的这个位置 来 好球 主要是 放开 乱抹 快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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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上方黑球斜上方的这颗红球 现在这颗红球呢 刚好是和白球形成了一个角度 这个角度白球刚好是冲向红球堆 我们看看这边 然后我会不会借势把这个红球堆呢给冲散 看来角度还是小了一点 应该是能够刚刚好推过来 如果角度再大一点的话 就可以把红球堆撞散了 当然这个撞散也是要控制好白球 如果只是撞散之后白球去的位置不好 可能也会造成麻烦 所以一般是打彩球冲红球堆 可能更危险一些 因为散开的是红球 接下来打红球 会更方便一些 再去把红球堆撞散 应该说最主要的难题 还是中间的这堆红球 目前已经是把散开的红球 差不多都给打掉了 K球这个角度 看看啊 刚好一个K球最理想的这么一个位置 让我也是先看一下 单独这两颗红球 还有没有比较好的这个叫球的位置 这个角度应该是对于K球来讲 是最理想不过的 还是选择了单叫 叫底弹 让我看来打的还挺稳 对 还是比较谨慎的 哪怕自己这个机会少一点 也不能给对手留下明显的机会 中盖还有一颗啊 这个是之前 应该说从这个屏幕上也很难去发现 知道他打了才能看到 最上面一颗有单独的下球 难怪这不K球是单叫 黑球比较直 这根还是 之前我们提到的啊 叫这个红球左上角的底弹 看这个底弹还有一定的难度 有一点点的角度 第一个应该会K到右边的红球 插到的一颗红球 来去叫黑球 哎呦 打包了 没按关包 不提我 不回去 不忍ui 不行 不忍兹 不忍� courker 不忍兹 不鈍 不忍兴 要好好